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 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荤芽 你好我是于秋雨 欢迎收听秋雨书院必修课程 大家好我是于秋雨 我们又开始讲课了 那个我们进度不慢 今天已经要讲到宋代了 昨天讲了那么多礼遇的故事 那么其实那个已经过渡到了宋代 大家记得吗 我讲到礼遇在哀伤的夫罗楼里边 允育了宋代的第一个文化标志 就是词诗词的词 但我们必须赶紧说 礼遇的贡献也静止于此了 不能太夸张 因为宋代是一个大朝代 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会在这个宋代大方遗产 如果说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高阳期 那么宋代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期 那一说到精粹一般人都以为是质典雅和精致 规模不会太大 但宋代文化的规模却非常之大 这一切都是夫罗楼里边的礼遇 想不到的 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 说唐代文化像一个浩浩荡荡的破布留下来 那么宋代文化就像承接这个破布的浩渺的大湖 一个是破布 一个是大湖 这个大湖呢 他没有破布那样的壮观有力 但是他却能够把破布的道道流脉都收纳了 汇聚了 融合了 像比较起来呢 破布也会撞到一两个半山的岩礁 那个水花飞溅 但是毕竟因为他高度在 气势在 力量在 总能够喧嚣而下 但是下面的大湖呢 却失去了高度 失去了气势 失去了力量 虽然风光无限 却又鱼龙混杂 乱世灵性 逐流滚动 而且破布呢 很难被骚扰 因为他 气势在 但是大湖却随时可能被侵入 因此啊 看似很平静的大湖 必然比破布复杂的多 混乱的多 危险的多 那个 我这么一讲 大家就知道 宋代文化和唐代文化的区别了 记住 一个是 破布 一个是 破布下面的大湖 我简用这个比喻 说破布半道上也能遇到这种乱世 那就像是唐代遇到了暗世之乱 如果和暗世之乱相比啊 宋代所遇到的这个乱 那个乱 多得数也数不清 太多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前些天我们讲到 从北威到唐代的过程当中 以显背著为代表的 一些马背上的少数民族 既让自己汉化 又让汉人胡化 变成了互相接力 互相塑造的 一个又一个的双元结构 产生了很好的正面成果 造就了世界文明自高点上的唐代 这当然都很好 但是事实又证明 这种既汉化又胡化的双元结构啊 也掩盖了很多必然的矛盾 例如我们讲到那个安禄山 父亲是西域人 母亲是托居人 应该也算是个胡人 他的行为让胡汉之间 互相又重新省事了 发现根本的利盒没有消除 而且远逼想象的严重 那么 如果说 安史之乱是暴露了 那么到了宋代 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了 你看啊 北方七单族建来了辽 这个辽呢 一过时间比宋朝还要早 领土面积也比宋朝大 宋朝哪里是他的对手 然后西北方向党项族又建立了西夏 因此次进攻宋朝 宋朝也屡战屡败 再后来辽的背后的女真族建立了京 领土也比宋大 先把辽灭了 又来灭宋 总之 几乎周边所有力量都和宋朝过不去 不禁过不去 而且这些力量已经不是一直自分散状态的游牧部落 因为他们早已从大唐大宋学习到了大国风范 统治结构 军事谋略 因此宋朝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呼啸的马队 而是一波一波滋烧很高的强大对手 这样一来宋朝啊 总是在听一分一分出目惊心的战报 总是在找一只一只金钟报国的队伍 总是在想一个一个拿谁打谁的诡计 总是在发一声一声国破家网的感叹 这还是在说周边环境 如果在说到由此而引发的 朝廷内讧 重重党争 奸臣中臣 变与不变等等等等矛盾 那更是一团乱马了 对于宋朝的乱 我曾经破例在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当中 说过一句俏皮话 像闹口令一样 我说宋朝的乱乱到脸 最不怕乱的历史学家也越讲越乱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讲乱 更不知道如何来摆脱乱 历史学家们越讲越乱 还在讲这是应该理解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 但是不应该让广大民众接受这种大混乱 更不应该把这一团乱马 抛制给年轻的一代 因为 这不仅会把他们的脑子残坏了 而且也会把宋代给残乱了 其实 宋代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 一个让中国文化保持了 更加世界身份的朝代 对宋代的乱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写到 我说宋代是我们大家的 它再乱 也像我们祖母头上的乱法 等待我们去梳理 我们不能让乱法长久的遮蔽了祖母 因为遮蔽祖母 也就是遮蔽了我们自己 这里我需要 给大家讲一个 重要的历史观念了 我一下认为 看待历史上的乱 就像我们看待邻里关系的乱 看待乡村纠纷的乱 首先是我们的观念乱了 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 我们混乱的观念 我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 来做比方 我曾经调查过一百多年前 浙江中部南部一些 异性村落之间 没完没了的蟹斗 大家知道蟹斗吗 行程的和行李的两家打起来了 而且没完没了的打 蟹是机械的蟹 拿了武器打 各方面都能讲出 对方的万般罪恶 又记住了自己一方的悲壮故事 而且蟹斗又从两方面 回到三方面四方面 后来前和左右就打成了一团 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调解者 在当时每一个村落看起来 这一本本怎么也理不清的烂章 都是血泪涨 必须代代铭记 代代复仇 但后来由于一直是社会大变革 带来了新观念 新产业 新纤细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很多历史学家在说 宋代的乱局的时候 也出现了观念上的这种错乱 总是把一个大民族之间的 每一个成分的战争和分歧 大大的扩张 而且在这个扩张过程当中呢 又建立了是非取责的价值判断 那么无数的故事不断的传播盖去 这样的话呢 慢慢的我们的观念就越来越软 越来越软 这不仅仅是中国 世界上都是这样 所以我有一次在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对话的时候 我认为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就和这样的思维有点关系 就是大大的夸张了 未必是那么严重的乱 我们中国呢 有个特殊的观念 就是一直是把军事上的德师 宫廷里的斗争 当作了历史唯一的主调 因此更加夸张 其实真正的主调并不在那里 难道除了军事德师和宫廷争斗 历史还有别的主调吗 我知道我这个想法一定会引起很多朋友感到差异 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了在恭维奏折甚至赞保当中来看历史 要改变这种观念非常难 幸好我总于究竟得到了一个帮手 什么帮手呢 那就是几年前中国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世博会 作为主管的中国馆应该成立哪一件最能够概括中国历史的宏大作品呢 最后选中的是清明上和图 展出以后所有中外的观众 其中包括很多学者没有任何意义都觉得选得好 让清明上和图来概括中国历史而没有反对意见 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的历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移 希望我们的历史学家能够跟上这个转移 清明上和图反映的恰恰是宋代 证明宋代有资格代表整个中国历史 拿给世界来看 但是大家想一想 这幅五米多长的画卷里边 画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等 但是里边没有皇帝 没有皇后 没有大臣 没有将军 是宋代首都汴京 一段河边街道的真实的描绘 主要是表现热闹的商业景象和市民生活 里边有饮食铺 杂货铺 茶座 酒店 还有大量卖花 卖刀卖卦的各种小番和拉船的千呼 话当中大小船只有二十几艘 车辆也有很多 那个罗马那更多了 但是实在是加在一起是一片繁华 繁华却没有宫廷的色彩 大家看到没有 生态 广大普通民众的基本的生活方式 才是历史的主调 大家记得我在讲述唐代长安的时候 曾经引述一个日本和尚的日记 说哪一个晚上一场火灾烧掉了长安东市 曹门之西的四千多家店铺 我说这短短一个记载 却成了一封非常重要的财经资料 可惜这只是一个外国和尚 在金黄石头当中写下来的日记 而不是我们宫廷史学家的记录 我们的宫廷史学家的目光 只集中在里东市不远的宫墙里边 在那里哪怕是一次再无聊的争吵 也会被郑重的写入史册 然后让后代学者都全部都跟得走 成了一部于宫廷之外的百姓生活 没有多大关系的奇怪的历史 因此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大家 按照国际认可的现代历史哲学 全民生态史的地位 远远高于宫廷斗争史 这句话我必须再强调一下 全民生态史的地位 远远高于宫廷斗争史 或者也用这样一句话也可以 就是我们所习惯的 以宫廷斗争史作为历史主要的 这种观念要转变了 我们渐渐的要更把注意力 放到全民生态史上来 这是秦明上和图作为中国观 主调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我们如果关心历史的话 按照我刚才讲的趋势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生态变迁 人口增减 农业收成 自然灾害 连饮食方式 交通状况 婚伤礼仪也值得注意 不能再把皇帝的笑 妃子的哭 大臣的阴 将军的狂当作历史的主调 感谢那位 节日记的日本和尚 当然更感谢 秦明上和图的作者张泽段 他们提供了我们 正统史册之外的另一种历史 现在才知道 这是更重要的历史 历史观念转变了 我们就会发现 在整体生态的质量上 宋代其实是很好 抓住了这个龙头 宋代就不乱了 所以 我们也像唐代一样 我们要从生活方式来看一看宋代 而且从生活方式上 讲到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 所以 我们明天开始 就来看一看宋代的生活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